Hello大家好,我是李飞白,张角是A级的赛训总监 本次A级在试冠只拿到8强的成绩 很多观众都认为赛训组要负很大的责任 不知道是迫于舆论压力,还是俱乐部的调整 现在张角已经正式提出了离职 他主动揽下了试冠失利的责任,感觉就是引咎卸任 A级的队员和教练纷纷在评论区表达不舍 毕竟他们和张角相处了挺长时间 其实张角在赛训总监的位置做的还是很不错 他帮助A级在19年秋季赛夺冠 不过此后就很遗憾,一直没能有新的突破 可能跟他的带队风格有关 A级的阵容体系几乎没有变过 成绩总是在亚军徘徊不前 这次止步8强终于顶不住压力 终究还是卸任了 这个卸任也显得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前两天老板费费刚刚说完A级会调整 只是没想到调整来的如此之快 现在张角走了 A级需要一个新的赛训总监 而且主教练夜亮的位置可能也保不住 因为夜亮在A级之前是没有任何执教经验的 而且带队A级没有打出应有的成绩 现在月光岂有可能重新执教 月光的呼声在粉丝中是非常高的 他作为总冠军教练 也不会有人质疑他的执教资格 张角的辞职只是A级调整的第一步 接下来就是选手的调整 这一部分会更加牵动粉丝的心 大家一起期待吧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张角的卸人呢 我是李飞白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